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不过在南部地区天气状况就还蛮稳定了 各地都还是可以见到阳光 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温暖的 所以南北天气大不同 提起您南北往返千万要留意你的穿着 小心不要沉测衣服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了 目前在北方有一股冷高压 正在逐渐的往台湾的方向移动 而且东北季风增强 北方又有封面云气带来水气 所以导致北部跟东半部地区迎封面的地方 都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来看一下了中部以北 东半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 都持续有一些间歇性的短暂震雨的情况 预计未来这个星期 都是这样子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形态 出门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带伞了 而在南部地区 天气状况就比较稳定了 预计都是多云道晴 可以见到阳光的稳定天气形态 而在气温的部分 要特别提醒中部以北 东半部地区的网友们要注意了 因为前几天还非常非常的炎热 高温都还有来到30度以上 甚至是34度左右 但是目前来说 中部以北 东半部地区的气温 都纷纷的跌破到20度以下了 特别是在北部地区的低温 就只有14 15度 又回到之前像冬天一样的感觉了 而南台湾就比较温暖了 低温还有21度左右 至于在高温的部分 北部地区还是只有18度 19度 20度以下的气温 所以真的提醒北部地区的网友们 这几天真的要记得注意保暖了 冬天的衣服还不要急着收起来 而在中南部地区就比较温暖了 高温是来到了26度到28度左右 所以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 南部北部天气状况真的是蛮不一样的 北部地区还很冬天 南部地区却已经来到了夏天的感觉了 所以在这几天 如果您是南北 不管是往返出差或旅游的话 都要留意您的穿着 北部地区还需要穿着长袖 以及外套保暖的 是比较好一点的 而在中南部地区 是越往南走 衣服可以穿的越少 特别是南台湾 还是可以穿着夏天的短袖 或者是背心 所以提醒您 南北往返 千万要留意您的穿着 这几天的天气变化 真的是蛮快速的 而且蛮不一样的 一定要多加注意 小心不要感冒着凉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 我们明天见